另外再来看到是中华民国驻美代表沈旅巡以及他的夫人呢 访问美国的纽约华部败会的传统桥色龙头中华公所 受到主席伍瑞贤亲自率领七大桥团领袖的热情欢迎 对于这台湾选举结果 沈旅巡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这场选战台湾展现成熟的民主制度也得到了美方的肯定 对台美关系推动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选举代表台湾民主的成熟 哪个党赢哪个党输这是另外一回事 那对我们对美外交工作来讲 我们外交政策尤其对美国关系是有bipartisan support 就是不管民进党或者国民党或者其他党 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党吗 有250个党 但我敢讲大概全部一直支持 我们跟美国关系要开展 而美国这次对我们的选举也很肯定 所以这次我觉得这个选举的意义从一个大角度来讲 它代表台湾民主的成熟 那美国人也看到你就知道美国很多外交政策 它是多少有道义的成分 就看你是不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从这一方面来讲 对我们跟美国关系应该有若干的增进 我今天要谢谢这些潮包 天气这么冷 下着雨在外面 甚至淋着雨等我 让我实在觉得很不安 觉得非常感谢 他对历史很有研究 我最喜欢这样子 因为我也对历史很有研究 结果大家生产的很好 也我带他去参观我们华侨学校 还有我们的球场 礼堂 他很高兴 跟以前的他最初来的时候 也不一样改良很多 希望他有机会再次上来我们顺位侨胞 在参观中华公所的时候 神旅行还跟侨界领袖们拍照留念 并且亲切的互动 他感谢传统侨社长期支持中华民国的立场 由于他跟吴瑞贤都喜欢历史 两个人一见如故 特别赠送了外交部珍藏的 这个普安城条约中英文复刻版 给这个中华公所 见证中华民国正统历史地位 随后呢 六十几个侨团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侨宴 给神旅行夫妇接风洗尘 这现场气氛非常的热烈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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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